欸 韜哥 那個粗飯 超級 一個一百多塊 狗都不吃 哪有太陽餅咬下去 裡面現實像麥芽一樣 它就是一塊糖片 一塊麥芽糖 它就是一個餅 一個酥酥的餅 裡面黏一塊麥芽糖 所以大家有看到那些喔 真的不要買 它的底 這個蠻好吃的 還是黏黏的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這個是屬於爆炭彈吃的 吃起來的味道也相對來說比較詭異 哈哈哈哈 嗯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醋飯沒有什麼酸味 它沒有酸度 它基本上跟白飯很像 這是噴嗎 欸 給鏡頭看 這是我要吃 欸 好臭喔 這XX是鰻魚 哇 這真的是鰻魚 鰻魚吧 鰻魚最後長這樣 鰻魚沒有邊邊這個是 鰻魚沒有排斥 這是放了兩天已經顏色有點淡的鮭魚 他說這個是鰻魚喔 鰻魚鰻魚 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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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選手登場了 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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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比較都沒有傷害 這個是屬於鰻魚 鰻魚 吃起來的味道也相對來說比較詭異 那麼二號選手呢 我覺得整體來說就是真的 狗都不吃 就是裡面的這個豬肉呢不像豬肉 味道很奇怪 是我吃到覺得相當難吃的一個水餃 送給我我都不要的那一種 那我們今天來了水餃 我們今天也是同樣帶來五位選手 首先是 董志成 白冰冰 阿彪 陳之漢選手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企劃呢 一樣是盲測的 我也不會知道 第一個登場的選手 等一下會吃到的會是誰的 那再來是 所有的選手今天都是統一口味 高麗菜豬肉水餃 那相信這個應該也是大家最常吃的一個口味了 那我們馬上開始今天的節目吧 好啦那我們第一位選手呢 煮好了 先來試一下 看這個賣相呢 小小一顆還不錯 雖然這是我今天入口的第一口食物 但是我覺得照理來說 因為是第一口食物應該是要比較好吃的 但是這個水餃呢 有一個致命傷 就是它裡面的豬絞肉呢 裡面還帶筋 我剛咬到那一塊 它是很硬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 有點失敗 我覺得一般般 因為我們今天都是以不沾醬 吃它們原味為主 以它水餃本身 裡面已經有的味道呢 我覺得算是滿足的 口感來說也不錯 就是它裡面因為有放一個蘿蔔 可是整體吃起來呢 這個皮的部分相對來說 厚了一點點 我覺得 剛好及格 味道算不錯這樣 好了第二位選手登場了 那這位選手呢 賣相跟一號選手呢 幾乎是一樣的 我懷疑是同一個場出來的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我本來以為第一顆呢 就是已經普普通通是及格的那種 但是吃完這個之後 發現一號選手是屬於好吃的 這個是屬於爆X難吃的 這個皮厚到 厚到都感覺自己在吃皮 然後裡面的料呢 相對來說少非常的多 吃起來的味道也相對來說比較詭異 這個皮呢 是一定是不及格的 這個皮是 巨厚厚到不行的那種 是完全吃這個水餃呢 就在吃那個皮 在嘴巴裡面的分析呢 大概是7比3 七成在吃皮 三成在吃料 但是這個料呢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就是 它是豬肉水餃嘛 但是它豬肉的味道不像是豬肉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味道 但是就是跟一號選手的豬肉比起來 一號選手的豬肉呢 它是香的 以比較來說 這個豬肉就是臭的 基本上如果在家裡自己煮到這個 我可能就會把它丟了 不好吃 真的不是我浪費食物什麼的 但是如果買到水餃回來 這個感覺 這個味道的話 是真的會有一點生氣 好不好 那二號選手 我覺得大概率 大概率 會是今天的電敵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行 好不好 我們馬上進入三號選手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第三位選手 好 我相信吃完第二位選手之後呢 三號選手應該沒辦法 比它更糟了 我們先試一個 哎唷 這個皮好像硬硬的 這個看得出來 你們應該也看得出來 從畫面上就看得出來 就是這個水餃呢 相對來說比前面兩位選手呢 都要更大顆一些 但是呢 這個水餃我覺得它也是屬於皮 相對比較厚一點 但是它的料呢 相對來說也足一點 它裡面的料滿紮實的 但是我就覺得是這個皮的口感 可能沒那麼好 我現在越吃越覺得一號選手的水餃 跟二號三號比起來 都要好吃 就是這個豬肉呢 它吃起來沒有很香 雖然是有肉感的 但是它不香 這皮呢相對來說 吃起來呢 也有一點要咬很久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這個水餃呢 整體的感覺啊 就是也是屬於那種買了 回家煮到了 會有一點點生氣的那種 二號選手是非常生氣 這個是有一點點生氣 一號選手是屬於吃了會覺得 還OK的那種 那 下一位 好啦 接下來是四號選手喔 四號選手水餃呢 看起來跟一二三號的外型 看起來都不一樣 它應該是不同場出來的 先試一下 已經有三個選手打不過一號選手了 這個皮雖然有比較薄一點 但是這個水餃上面這個結合處的位置啊 吃起來就相對比較硬一點 只能說 它是暫時的第二名 我覺得這個呢 比二號跟三號都要好吃一屆 但是 不到 非常好吃 但是就是買了你不會生氣 馬上進入下一位選手 好啦 最後一位選手 五號選手 這個看得出來 這個皮呢 是跟前面的皮呢 都是不一樣的喔 喔 這個水餃是好吃的 主要就在於說 它的這個皮比起其他四位選手都不一樣 就是你吃這個皮的時候呢 有一種在吃麵疙瘩的感覺 它的外皮呢是屬於比較Q彈的 它不會有那一種麵粉硬硬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 它這個餃子吃下去的時候是多汁爆漿的 這個應該就是今天的第一名 入口咬開的時候 有一股明顯的香氣會噴出來 這一款是屬於 不管是外皮 內餡 香氣 跟那個水分 我覺得這是沒什麼可以挑剔的 這個是完全屬於一個餃子裡面 該有的元素 該做到的點 它都做到了 那是不是3號跟4號呢 屬於平均差一點點幾個 那2號選手是完全不幾個那種 那馬上來公布一下今天的答案 好啦 那我們先來公布一下 今天的1號選手是誰好了 1號選手 1號選手是董哥 董董好食 他是屬於今天的第二名 我們先跳過2號選手 3號選手先來 2號是冰冰姐 3號選手冰冰姐 冰列第三 冰冰姐算是你一個不錯的選擇 他是3號選手 再來4號選手 館長 館長的喔 館長 看一下 漢漢水餃 整體來說我覺得 比起冰冰姐的 可以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份量 如果以自己去選擇的話 如果 要便宜 但是同時又好吃的話 這個這個份量完全就是 已經是兩倍了 再來5號選手 阿林的水餃 這個水餃呢 是我們今天吃到 最好吃的水餃 他外皮 像個搭 麵個搭 然後裡面的內餡也很香 再來是 他咬下去還會爆滋 如果你們要飽足感的話 那今天 飛冰冰姐 冠軍第一名莫屬 那如果以味道來說的話 我覺得 阿林的這個水餃呢 是比起其他四款水餃呢 都要好吃非常多的 那麼2號選手呢 我覺得整體來說 就是真的 呃 狗都不吃 就是裡面的這個豬肉呢 不像豬肉 味道很奇怪 是我吃到覺得 相當難吃 的一個水餃 送給我 我都不要 還有 山下 川角 川角 傳證 爆滋 是啊 最近FB子推薦我買垃圾 如意堂太陽餅超垃圾 他FB子打廣告 說什麼冠軍太陽餅我就買了 這一個100多都超難吃 這些站都洗的是不是 一個100多塊 狗都不吃 然後太陽餅咬下去裡面現實像麥芽一樣 他就是一塊糖片 一塊麥芽糖 他就是一個餅 一個酥酥的餅然後裡面黏一塊麥芽糖 所以大家有看到那間喔 真的不要買 絕對不要買 這個也在坑 最近FB子推薦我買垃圾 如意堂太陽餅 有人吃過這間嗎 好像台中的 燒垃圾 他FB子打廣告 說什麼冠軍太陽餅我就買了 這一個100多都超難吃 如意堂有沒有台中人可以說一下 如意堂是真的什麼冠軍太陽餅嗎 如意堂沒聽過 所以這個是打網路行銷在騙錢是不是 五屆比賽指定全國第一太陽餅 這是詐騙嗎 台中人沒聽過如意堂 是不是詐騙啊 我是被騙的 他說自己是冠軍太陽餅 我覺得冠軍是多屌 然後難吃的鑰匙 這一個40塊我都不買 這些棧都洗的是不是 一個100多塊 狗都不吃 很噁心 他太陽餅 裡面裹松露醬 好像很高級對不對 然後 他表皮是松露鹹鹹的 他裡面是太陽餅 甜甜的 超噁心 一般奶油酥餅裡面的餡不是 軟軟綿綿甜甜的嗎 他裡面的餡是硬的 是硬的很黏 像麥芽糖一樣 我真的超級無言的 我還買了兩三千塊 被坑爆 好噁心的味道 超難吃別買 各種口味 各種口味我都吃的 真的超難吃 我是很不愛浪費食物的人 你知道嗎 但這東西真的跟狗屎一樣 拿好太陽餅咬下去裡面 現實像麥芽一樣 他就是一塊糖片 一塊麥芽糖 他就是一個餅 一個酥酥的餅 然後裡面黏一塊麥芽糖 所以大家有看到那些喔 真的不要買 絕對不要買 我親身寫0點 我不知道訂了兩千還是三千 我就看他是冠軍太陽餅 每一個口味都給他訂一遍 然後每一個都難吃到爆 包裝說要加熱 這個太陽餅加熱你老XXXX 不要這麼吃上好不好 難吃就難吃 你還要幫人家找理由 我隨便買兩個 網友說的台中好吃的來比較看看 後宮無菜單 一千五的料理 來開箱 這個該不會 這是魚湯嗎 幹 鰻魚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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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噴嗎 給鏡頭看 鏡頭要吃 好臭喔 這XX是鰻魚 哇 這叫做鰻魚 鰻魚吧 鰻魚最好長這樣 鰻魚沒有邊邊這個是 鰻魚沒有排斥 這次放了兩天 已經顏色有點淡的鰻魚 他說這個是鰻魚喔 鰻魚要蘸鰻魚 臉上泡麵 那好像有看錯這種味道啊 泡菜我理解 我泡菜大師啊 我不敢聞 那你聞一下 我先看一下 好痠喔 哇 你還殺小號 喔好臭 快起來看 這到底是殺小號 我沒湊上去都 我都不吃 我沒湊上去味道就溢出來 不行啦 身為一個泡菜大師 肯定要理解一下 怎麼這麼痠啊 他醋加太多了吧 還是他臭掉了 欸這不行 他那個菜也有一個臭味 他不只醃著有一個臭味 他菜也有一個臭味 你知道嗎 你不是啊 泡菜大師 不就是那個菜的臭味啊 泡菜大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今天 歡迎收看特好吃 今天我們在車上 突發奇想 我們今天晚上呢 本來要招待Stanley 來我們攝影團隊 試一下這個澎湖在地的 海鮮燒烤 就是在自己家自己弄這樣子 但是我們想說 欸我們自己吹 多好吃 多好吃 好像有點不真實 好像需要有一個對照組 然後我們也想看一下這個 就是那間9458 在被網路爆破了兩週之後 到底有沒有稍微改善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了 攝影團隊裡面 最能吃 屎都能吃的阿楓 來替我們實測一下 這間9458 到底長得怎麼樣 好 這邊有漁業 那你要 給你看一下我們現在菜單 好 我現在菜單就是 1200 1200 1300 對 然後我們沒有太遲到 我現在沒有什麼 我現在就是這個 這個 1200 好 好 那 那你看一下 好 那1500 好 1500 他這要連 門口啊 還要太遲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健康的時間 大概 7.50 今天我們自己準備了 一整桌的海鮮烤肉 哇 這是什麼東西 澎湖最有名的 就是新鮮的海產之外呢 就是這個啦 我覺得這個是特色 這個可能稱不上特別有名 但這應該是澎湖在地的特色 澎湖特色 因為像東石也有 也有蚵仔嘛 但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吃起來 就是真的是澎湖的比較好吃 澎湖的蚵仔比較Q 比較鮮甜 這裡15斤1800 很便宜耶 15斤大概 我們如果不吃肉 不吃海鮮 什麼都不是只吃這個 一個人大概吃3斤打死吧 3斤大概是15到20顆 今天這邊食材弄不弄 應該 打死1萬塊吧 鐵吊戰車的話 餐廢 預算差不多是6千塊 6千喔 那戰車是多少 算不算 因為戰車是他說 他來的時候說 這個招待給我們 招待給我們 我們有派一個攝影師阿峰 去吃那間9458燒烤 688吃到飽 不過他剛剛 回傳最新情報 他聽說店內已經沒有賣吃到飽了 全面升級無菜單料理 1500塊錢 反正我們就叫他 那就點最便宜的無菜單看 然後我們剛好這邊6個男生 全部打死大概7-8千塊 一個人還不到1500 到時候我們就比較一下 兩邊的食材到底差距有多厲害 應該要再後補給我們 隨便是擁有的 可以搶走 我們就先來試一下 澎湖特產牡蠣 好鹹喔 一般來講吃牡蠣都會有一點 臭臭的感覺 對 它沒有 它完全沒有臭味 它只有鹹味跟鹹味 有人直接生吃嗎 還是沒有 有 但是多半都還是會弄出 這樣算生嗎 還是我看也還好 這個剛好 這個我覺得這樣到好處 這樣你會覺得太生了嗎 我們就吃吃看 因為它不會臭 所以就算生一點也不用怕 這樣比較好吃 它很鹹 它很Q彈 超級飽滿 超級飽滿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急著要開箱看看 奉仿他好吃的牡蠣 我們現在就把阿楓吃剩的 後宮無菜單1500的料理 來開箱 這該不會這是魚湯嗎 真的嗎 鰻魚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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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噴嗎 給鏡頭看 鏡頭要吃 好臭喔 我聞一下 這個就是夜市裡賣的那個藥膳 那個一碗60塊的 然後湯很黑的 他只是把他的湯調淡一點 但主要是他真的很甜 這真的不是食物 清新全糖 這不是食物 那這是什麼 這個是烤肉 烤肉不可能雷了吧 不可能雷吧 有牛豬五花跟雞 我聞一下 聞起來好像是正常 來了 我聞起來覺得很鹹 真的不舒服 雞腿肉可以烤得這麼柴 他應該是天下地 這是我烤的 他的烤肉很不能雞的話 是他的那個烤爐 你沒辦法自己調大小 這不是你烤的問題 這個他雞腿肉超級不新鮮的 很重要的品質 他粉粉的 他超級不新鮮的 他已經沒有任何油脂了 那這是什麼 我還可以吃 這是很難吃 這個是五花 這個是五花肉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部位 不是你來來 他有骨頭 你看一下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狗部位 全部都是油耶 不是 這比我冰箱 直接冰一碗拿出來 哇 等一下 我跟你介紹一下 有湯喔 你現在看到的東西 一個人人均不到1500 無鎮喔 那你再看一下 你剛剛吃的這些 有湯喔 無鎮 他笑了耶 他剛剛看到這個炸感 笑了 泡菜 我泡菜大絲 我不敢聞 那你聞一下 我先看一下 好酸喔 好酸喔 喔好酸喔 這到底是殺小號 欸我沒湊上去都 狗都不吃 欸我沒湊上去 味道就溢出來 不行啦 身為一個泡菜大師 肯定要理解一下 吃不下去喔 我吃過 韓國幾乎所有的進口泡菜 從什麼中家族啊 什麼的 我幾乎全部都吃過 好 欸欸有 有時候其實做節目 怎麼這麼酸啊 他觸加太多了吧 還是他湊掉啦 欸這不行這個 他那個菜也有一個臭味 他不只醃的有一個臭味 他菜也有一個臭味 你知道嗎 你不是 泡菜大師 這就是那個菜的臭味啊 泡菜大師 我跟你講 那個泡菜跟這個湯 是差不多devil的 就是聞的就 就不是食物 那湯真的臭味 我喝一口 這XX是鰻魚 哇 這知道是鰻魚 鮭魚吧 鰻魚最好長這樣 鰻魚沒有便便這個是 就是 鰻魚沒有排斥 這是放了兩天 已經顏色有點淡的鮭魚 他說這個是鰻魚 人的鰻魚 那鰻魚 講話這樣做這種味道啊 我用聞的就覺得 泡菜好一點 但真的很 曹哥那個粗飯 我其實沒有任何感覺 你對台灣社會有什麼貢獻啊 onto 可是阿來炸成 但是我說你的魚很好吃 我老師 我稍微收拾一下 不用收拾嗎 好沒問題 那你用洗衣服 我犯到你 他人不是我覺得像我這樣 你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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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在那邊告罪例啦 你算你算你算人 我在台灣也是幾年啦 那樣子 那東西我也吃不下了 你還打到我用餐就是辦法 就只說 華人 不要再說什麼 如果像我這麼接電的話 講什麼啊 不是 仇仇是嗎 還是什麼 我搞不懂啊 搞不懂啊 為什麼要吃個瘋子 要你吃個飯 Oh No 欸 欸 欸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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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XXX 劉韋劍 不要XXX 旁白哥報報 超哥打Toys 懶人包總整理 三分鐘看懂梁瓦紅怎麼結仇 本分局113年啊 1月20號21次序啊 結果報案 在本霞延級街一帶的這個餐廳外啊 有人打架 經警方到場後啊 發現 流性民眾啊 頭部有傷 並且指稱啊 黃性民眾 就是毆打他之人 是 還沒過年阿伯出事啦 以何為規的43歲超哥不爽美食公道伯 Toys說他的日料店醋飯難吃 扯台灣仇中 比時不行啊 比時都在那邊 超哥料小弟聯手爆打Toys 頭部縫了十幾針 背部多處挫傷 Toys要告超哥殺人未遂等 四罪梁子真的結大啦 你認不認 你有沒有做牌 你有沒有做牌 Toys曾炸賭金旋風附了600萬和解封口 超哥卻要金旋風上YT抖出來 事情石墨 我覺得紅的都算還好 但是白的真的是狗都不吃 接著Toys開箱超哥的炸雞店 並意外拍到店員提油桶到不明一提進路邊水溝 當我看到這樣子很極端的言語說 連狗都不吃的時候 那一定是暴走 超哥舊恨還沒有消化完 薪酬又上門啦 Toys帶著小朋友去超哥的新餐廳直播 超哥聞風感知要Toys刺叫 來聽一下我們那個 欸超哥那個醋飯 唱得起 我說像狗肺炎車一樣 我其實沒有任何感覺 你變成台灣車會有什麼貢獻 那你新常出現嗎 就是要來炸橙子 那果樹里的魚肉很好吃 不好意思 我稍微收拾一下 好 不用收拾一下 好 沒問題 那 我犯到 他人不是 我覺得他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 不用在那邊告罪例啦 什麼台風 台灣人 我在台灣也是幾年啦 不這樣子 那些東西我也吃不下 你來打開我用餐就什麼辦法 只是說 華人 不要再扯什麼 哪有 如果我們這樣 這麼見面的話 怎麼辦 講什麼啊 不是 仇仇是嗎 搞不懂啊 好 我不懂 為什麼要扯 壞行的飯 喔 NO 後來的事情 就是只是來吃個飯 吃到頭部血流囉 啊 什麼大奶管糞 郭鬼鬼說他早就動手過了 沒造成傷害 鳳梨餐一咖說 白目的NC要處理沒錯 但是有文化的八九 不會當JK人啦 超哥曾帶一千萬現金去買超跑 也炫耀過岳父曾帶調查局 岳母是三線二行退休警官 後台這麼硬動手就有事無恐嗎 大家都是帶怕的 一直踩一直踩 一直踩 不會啊 一人做事一人鋼 我們咒他 娛樂不是什麼 答案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一定會咒他 三粒娛樂新聞 超派報道 好斷欸 重點 大家有錢 先吃 欸 應該是 他又底 他還是黏黏的 你在說什麼 這個 他趕快 還是黏黏的 看 他超油的 但是 吃 可是它很油 結論 沒事別買這鬼東西 它真的有酥的 它這個 還行 蠻大的 它可以剪 把它剪得小快一點嗎 它感覺根本就沒有剪了 它就為了讓它看起來很大 然後直接幫我剪它 好斷啊 它的皮 你看 它還是黏黏的 不知道是不是降價了 我這樣買這兩個 就是 魷魚跟超大雞排 兩個 300 300多 還是沒有人家 398 還蠻貴的 你看 它超油的 不是 是它很油 第一次吃到 這麼油的雞排 欸 這個吃到這油的欸 我真的不行欸 因為我吃到很多油 我就開始想錯了 結論 結論 沒事別買這鬼東西 那首先呢 它這個 有爭議的就是雞腿嘛 是這個的雞腿嗎 這個對不對 看起來 來 好我們就邀請到我們 第一位試吃的 那個 攝影機跟著我們 來我們邀請到我們 最會吃的 美食公道犬 好不好 狗都不吃 狗都不吃 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寶 坐好 坐下 熊寶寶坐下 好 我們就看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 熊寶寶 你吃完跟寶寶講 好不好吃 好不好 超派 好不好 小美食你趕快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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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吃嗎 還要嗎 再給你一塊 第一個論點叫狗都不吃 不會 馬熊 嗯 太快好不好 馬熊會吃 大家可以看到 超派 這麼多 啊 這麼多 那我現在講 我們本來要付錢 但是呢 後來被抓包 因為我們訂太多了 本來他沒有辦法出給我們 無奈之下 只好說我們是館長團隊 他們才願意賣 因為我們訂太多了 然後呢 他就硬不收錢 我沒辦法 我們真的要給錢 他們不收錢 那我們在那邊還是感謝超哥 感謝文哥 但是我跟你們真的不認識 我們真的是 後來你們不賣我們嘛 後來沒辦法 我們說我真的要 是我啦 哈哈是我啦 我要我要吃啦 他們才說不收錢 這樣子 敢給我們 那我今天會 當然會做 我們今天這個是很多員工 大家一起吃的 所以待會我們也會隨機採訪員工 不要說我的意見為意見啦 那當然他悶過來40分鐘了 所以我們待會要 平價的部分 大家要 扣40分鐘的時間 可能沒那麼輸 好不好 那首先呢 他這個有爭議的就是雞腿嘛 是這個的雞腿嗎 這個對不對 看起來 好我們就邀請到我們第一位試吃的 那個攝影機跟著我們 來我們邀請到我們最會吃的 美食公道犬 好不好 狗都不吃 狗都不吃 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寶 坐好 坐下 熊寶寶坐下 好我們就看我們的熊寶寶 熊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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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完跟寶寶講好不好吃好不好 超派 好不好 來 小沒事你趕快吃 你吃完 還要吃嗎 還要嗎 再給你一塊 第一個論點叫狗都不吃 不會 我們阿熊 恩 嗯,再一塊好不好 我們阿雄會吃啊 再來就是我吃喔 它有這個醬,蜂蜜芥末 這個是蔬菜棒嗎 先來個菜,先來個菜 好吃耶 這個很好吃,我喜歡吃的 我說實在話 它這個雞肉不柴 我說實在話 它說用溫體劑做的 吃起來感覺的確像溫體劑 因為,而且它粉沒有很多 沒什麼粉啦 升台大魷魚耶 很大耶 也是好吃啊 它這個在魷魚喔 它好吃的點讚 我真的,我真的沒有吹 因為外面的炸魚比較小 有時候會太乾,炸得太乾很硬 它這個不會,它這個軟骨就燙 為什麼會難吃啊 為什麼會難吃啊 師傅覺得這一盒 我賣肉酒好吃,價格可以 怎麼會這麼大隻呢 這都... 超粗耶 我以前啦 做串燒店的時候,我們有進過 一根,這叫 魷魚角 沒燒 十年前就沒燒啊 現在肯定 他這要進一個量 他這個應該要進一個很大的量 所以我們拿到臉旁邊 比一下那個大小 應該是... 真的蠻大的 你有看這有打火雞嗎 你看這很粗 接下來是這個炸雞口 好,我們先...我喜歡吃雞翅 二姐,不知道是二姐嗎 辣椒粉 它這個炸雞喔 可能是因為 因為我們從台北西門町再回來 你們剛剛開車開了多久 五十分鐘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粉有點冷掉 冷掉了 實話實說 我覺得這個就比剛剛的雞塊 比剛剛的魷魚 差一點 但是呢 因為 五十分鐘 雞排 好,雞排 雞排 紅雞排 然後白雞排 兩種 好,我就掰一口喔 舊雞排 也沒有很差 就 應該是說 實話實說 就像你吃那個派克雞排 它是那種 皮比較 麵粉裹比較多的派克 派克酥酥的那樣 這個剛炸出來應該是不錯 但是因為五十分鐘 但是因為五十分鐘 還是有點熱 但是我都說了嘛 沒有很酥 因為冷掉了 有點受炒 為什麼叫紅白雞排 它的麵皮不一樣 一個比較像麵粉 它這個比較甜口 好,再來 那我一定喜歡薄脆的 好,一樣 就一塊起來 哇,這個喔 這個比較燙喔 這個比較燙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 而且這個還很燙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 這個味道比較好 你問我 因為台灣的雞排真的很多 我也吃了很多雞排 當然台灣雞排很多都不難吃啊 我覺得 它就是在內餡 它的東西就是內餡了 就是 就是OK啊 就是OK的內餡 你說多好吃我實在是不會評價 但是你說我會不會吃 我會不會買來吃 我會買來吃 因為它就是跟一般外面的雞排 好吃的那種雞排店差不多了啦 沒有什麼差別 結論就是不難吃啊 那你說很好很好很好吃嗎 我首推 就是這個東西 這隻很貴啦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醋飯沒有什麼酸味 它沒有酸度 它基本上跟白飯很像 但是我覺得這個醋飯最大的敗筆 這個部分是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也覺得最失敗的地方 它在這個醋飯上面放了 那個海苔 灑料 我們吃海鮮丼最重要的是什麼 吃到海鮮本身的鮮味甜味 但它灑上這一層之後 海苔粉完美摧毀了所有鮭魚汁 該帶來的獎勾 這是沙嗎 哇 小胖你挖到飽啦 吃什麼 好 咬我看 咬我看 如果是胡椒那些 它一定會有它本身的味道 調味的味道 但它那個就是 吃那種去海灘跌倒 它的觸犯味道很 就是很淡 對我來說也不是說到 會不能接受 但我 不會去第二次 不會去第二次 日前知名實況直播主 Toys與網紅 超哥爆發衝突 超哥因不滿Toys批評店內醋飯不好吃 發生口角後 超哥直接將Toys打到頭破血流 事件發生後 許多網紅都去開箱 超哥的丼飯 昨日Youtube頻道 網千翔兩千Toys house and 外帶超哥的海鮮 試吃醋飯發表感想 就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的心得吧 我剛剛看那邊的人超多 我們拿號碼嗎 我拿了 你覺得它醋飯是真的會難吃到 等一下吃吃看啊 那我們等一下做好一個約定 如果醋飯真的難吃 真的要搶難吃 我覺得好像有幾個黑衣人在外面拍話 欸你想想看喔 第二個在那裡被打的人 你絕對會受到大家的同情 那裡 我小時候 對 你這邊有的都給我們來 歡迎 如果最好IG有的話更好 謝謝 不客氣 就厲害了 這個食材不錯喔 小天下 小天下 這個是鮭魚卵 鮭魚 欸 這個鮭魚是綠色的喔 蠻特別的喔 蠻特別的 還是有人常說 絡繹不絕啊 絡繹不絕 到現在還在排 好了是不是 哎呀太棒了 好啦開吃了 來了來了 來來來來 他直接再來就醋飯了 唉唷 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對食物的包容 都很大 看得出來 哈哈哈 他的醋飯味道很 就是很淡 對我來說也不是說到 會不能接受 但我 不會去第二吃 什麼問題 沒有到不好吃 但是就是 也沒有到很好吃 真的沒有必要 蔥花鮪魚丼 蔥花鮪魚丼 他說是鮪魚泥 但是他其實是鮪魚碎塊 對 這一家店讓我有滿滿的 台式的日式料理店 喔 來囉醋飯喔 來囉 我好像懂你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麼懂啊 就是有一種 一言難聽的感覺 哈哈哈哈 就沒有到很 嚇一跳 就日料店的那種感覺 所以 他比較像那種台式 感覺也沒有到 那麼誇張 欸我跟你講 也沒有說到那麼浮誇 來不然我覺得你還是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醋飯沒有什麼 酸味 他沒有酸度 他基本上跟白飯很像 但是我覺得這個醋飯最大的敗筆 這個部分是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也覺得最失敗的地方 來 他在這個醋飯上面放了 那個海苔 灑料 我們吃海鮮丼 最重要是什麼 吃到海鮮本身的鮮味甜味 但他灑上這一層之後 海苔粉完美的摧毀了所有鮮魚汁 該帶來的獎勾 吃下去 海苔粉 他這個 他這個 這是沙嗎 哇 小胖你挖到飽啦 不知道你喝喝看啊 好我試一次啊 喔呦 是什麼 咬我看x2 如果是胡椒那些 他一定會有 他本身的味道 調味的味道 但是他那個就是 是 是那種去海灘跌倒的感覺 所以不是胡椒 就是在海灘跌倒的感覺 可能在海灘跌倒 該做的基本功他都有做 這些魚料啊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他成本已經不會太低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排列組合做的對不對 他選擇的這種料理方式 大家接不接受 所以才是 口味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因為他命關有一種哈味 OK 可以吧 喜歡喝湯裡面加枸杞的 那就歡迎 你們可以多來吃 附近沒有別的日本料理店 然後真的 真的很想要吃 有一天就是經過 會不會買 也許會買 也許會買 但是絕對不會是說 專程去吃 絕對不會專程去吃 大概就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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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